女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禁约前女友吃饭了 喂宝儿 嗯 我到楼下了 你下来吧 你不上来吗 你们不都吃完了吗 我上去干啥 刷完了 别跟我下来的 我问你个事 咋了你说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没有啊 啥事 你还跟我装是不是啊 这些事你跟我商量着来不行吗 你赶紧上来 咱俩把话说清楚了 啊 行 快点 嗯 喂 咱不都说好了吗 我把之前没送进的口红给你 你就不说了吗 啊 你玩我呢 说话 哎 嘉嘉你别生气了 你听我说吗 听你说什么呀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了 我生气的点在于你瞒着我呀 我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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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还聊的挺好的 那当然了 我们俩可聊的来了 对吧 都怪你 本来我俩吃饭的时候 聊的开开心心的 然后我想说 给那个民宿的老板转房租 结果老板跟我说 你已经交了 还交了后面好多天的 那 我不是怕你 这办东西还得时间吗 你这一时又住不进来 那你也不能什么事情都瞒着我自作主张啊 那 啥无聊回去啥啊 我回屋了 你们聊 那你好好休息 谢谢春哥 拜拜 拜拜 我错了 我错了 那你送我回去 好 走吧 走吧 我不生你气了 但我只原谅你这一次啊 好好好 谢谢我 走吧 走吧 送完佳佳 我又来给可乐道歉 等一下 嗯 你你在携走啊